我们一直在思考 什么样的教育 才能给孩子更好的未来 十年之前就把学和英语的概念 引进到中国 我们也希望为我们的孩子 未来能打开一个通向世界的桥梁 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各国的经济文化发展 越来越相互融合 同时竞争也越来越国际化 使得中国在世界舞台 绽放着越来越多的光彩 对于现在的青少年来说 跨文化与多语言教育 显得日益的重要 人类学习语言 以及多重文化的认知的最佳时期 无可争议地定格在幼儿阶段 瑞斯学科英语于2007年 正式进入中国市场 依托沃顿米弗林哈考特集团 全球丰富的教育行业经验 和优质的产品资源 瑞斯致力于培养孩子 掌握语言背后的逻辑 文化思维方式 旨在为3到18岁的孩子 提供纯正美式幼儿英语 儿童英语 少儿英语 瑞斯学科英语 于10月20日星期五 在纳斯达克上市 股票代码为REDU 瑞斯的IPO规模约为8亿美元 其实在两年前您就说过 说如果照现在的速度发展 瑞斯在2017年的下半年上市 是非常合适的 您果然这个预言成真了 那么为什么会选择在美国上市 在这过程当中 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当然我们觉得 这是一个内外因都存在的 从外因来讲 目前的美国股市的状况 对中概股的吸耐程度 都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们也觉得 这个对于目前我们上市 是比较有好处的 另外一个从内部来讲 内因来讲 瑞斯本身我们课程体系 也是源自于美国的 瑞斯学科英语 以K12系统教育为教育栏本 囊括了各个科目 如语言艺术 数学 自然科学英语教学等 瑞斯学科英语 现开发了三套旗舰课程 分别针对3到5岁幼儿 6到12岁儿童 和13到18岁青少年 随着年级的提升 不断拓广 加深学科的基本知识 使之在科目当中 呈螺旋式上升的态势 我们是通过上市以后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 使公司成为一个 更好的一家公众型的公司 同时我们也希望 为我们的孩子 未来能打开一个 通向世界的桥梁 了解更多的国外的东西 同时我们也会利用 我们上市这个契机 那么能在国外 能拿到更多的资源 为我们孩子今后的一些国际的交流 提供更好的一些保证 那今天在纳斯达克上市 您对今天的股价还满意吗 对 这都是我们在预期之中的 因为我们很多 因为我们在路演的时候 很多投资人就表现出来 对公司的极大的兴趣 同时呢 当然这个因为发行的有限了 大家分的可能还都未必够了 所以现在这个股价在 在不断的攀升 我觉得这也是一道之中的 那么瑞斯学科英语如其名 是将英语跟这个学科相结合 包括语文 数学 还有科学等等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设计呢 对 这个我们十年之前 就把学科英语的概念 引进到中国 实际上我们就是想把这个 英语的学习的概念进行调整 那以前大家可能只是为了学语言 那我们是通过英语 我们叫英英的历史 我们通过学习是如何使用语言 来进行其他科目的学习 包括我们对于孩子们 除了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 我们也在孩子的未来领导力 包括严谨演示能力 团队合作能力等等各方面 都有所设计 所以我们这种概念的英语 实际上是一种素质教育的概念 所以我们十年来 也是一直坚持了这样的一个教育年 这也是我们瑞斯学和英语 和别的英语机构不同的地方 那我看到招股书上面显示 瑞斯在过去三年的营收 分别为4.07亿 5.3亿和4.37亿 那么公司的盈利模式是怎样的 我调整一下 你那个4.37亿是 2017年H1的 就是上半年的 这不是17年的整个业绩 这是半年的业绩 所以就可以看到 实际上我们和去年统计比 还是有39%的提升 过去三年的是32.2 所以对目前我们觉得 整个的ELT市场的 大的环境是非常好的 我们未来的统计 平均每年都有23%的复合增长 未来五年 所以到2021年的 整个市场规模 也会达到2400亿的规模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 作为领导品牌的瑞斯 我相信我们还有更多的机会 能够发展 特别是我们现在又推出了 很多线上英语的一些教育模式 这个对我们未来的发展 都是非常有益处的 我也相信未来瑞斯能成为 在除了成为公众公司以外 我们也能想成为 未来的在这个行业里面的 Leader的这样的一个品牌 那么从2014年到2017年 瑞斯是发展非常迅速 尤其我注意到 刚才您也提到了 在2017的上半年 利润同比增长达到200% 那么这是什么造成的 是怎样的措施 造成现在的快速增长 对 我们整个运营的经济化管理 实际上是帮助我们在利润的空间 有了更多的发展 当然我们的整个的在读人数的增加 包括我们的很高的一个升学比例 这些内容对我们的发展 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所以边际效益提升了 那我们的整个利润状况 也就会好很多 其实说实话 中国步伐很多的英语教育企业 那您怎么看待目前瑞斯 在同行当中的地位 对 实际上整个在ELT市场 我们瑞斯还是处在领先地位 特别是高端培训市场 据统计呢 我们在这个市场 能有11%的这样的一个战友 这个实际上对于现在 目前的市场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业绩 当然我们 以前的英语市场是更多的以城市为单位的不同的品牌 那现在随着不断地整合 慢慢地会有更多更好的品牌脱颖而出 那我们也希望成为这样的品牌 那在过去的几年 那我们除了在北京以外 我们以前发迹于北京 那么现在在上海 广州 深圳 以及我们很多合作商的城市 包括成都 武汉 苏州等等 在当地都成为了一些 都成为当地的领导品牌 这也为我们的发展 有力地推动我们的发展 那么虽然美国资本市场很开放 很包容 但是对于很多中概股可能了解不多 曝光不多 因此交易量也不够多 那么对此瑞斯有没有什么相对应的策略 那我个人觉得实际上 随着这两年的中国教育的概念的 不断地加深 你包括现在国内的 民办教育促进法的改变 实际上对于今后的教育体裁的 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的上市 都提供了非常好的空间 我相信今后市场会越来越好 当然我们最主要的 还是要用我们自己的业绩来说话 因为你是上市公司 这个业绩是非常关键的 那我们为孩子提供更多的服务 这也是我们一个宗旨 那么也普遍地为很多家长所接受 所以未来我相信我们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概念的股票 而今年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 扎堆来到美国上市 尤其是教育行业 那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对就是刚才我其实也说过了 从外因上讲就是现在的中概股在美国还是非常好的 特别是教育的这样的板块 当然我们以前也有几家在美国上市的公司表现得非常抢眼 这也为很多投资者去更加关注于国内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板块 实际上我们在过去的20天的整个的路演过程中 也确实感受到了不管是美国的投资者 还是香港的国内的投资者对于教育板块的这种热情 当然他们也非常懂行 对于这些哪些做得好的 未来的这种我们商业模型做得非常非常棒 同时这个未来发展机会非常好的 他们还是非常懂的 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这个未来的这个中国的教育板块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 好的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也希望瑞斯能够发展的越来越好 好谢谢 谢谢 好了